嘿 阿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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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哭呢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阿姨的那个病是不是又复发了 那 那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呀 你告诉我我现在立马去找他好不好 你不要不要难过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说阿嘎 你以后还是不要来找我 不要来找我 怎么了 阿嘎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你怎么突然让我不要来找你了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这样子我心里有个明白 妈 你先不要哭了好不好 有什么事情我慢慢说嘛 好不好不要哭了 乖 阿嘎 那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找我了 因为我爸一直在说 不要我再跟你一起回过了 而且那里面有很多人一直在乱说 但我们只是好朋友好同事啊 这没什么呀 为什么就不能见面了呢 阿嘎 我们好好地跟你叔叔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相信这件事情肯定会有转机的 行不行 解释不行 解释不痛了 我已经跟他解释过很多哭了 可是一直没有告诉你 就是我是真的没办法 真的一点回旋的余计都没有了吗 阿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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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然后 还帮助我那么多 教了我那么多人身段 哎 谢谢 嗯 然后这根皮筋送给你吧 就当作是给我们这段快乐的时光留个纪念 就这段时光的纪念品吗 嗯 我给你带上吧 好吧 那阿嘎 你说怕一会他们回来了 看到我在这里告诉叔叔 所以说我就先下去了 你要走了吗 对我就先下去了 要不然待会他们又说你了怎么办呢 对不对 走了 拜拜 哈哈哈 阿嘎 你以后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哦 这个小皮筋我会一直保存着的 我的爱情就是生活 你 如果想迷迟到周园 我会知道